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辣子鸡 吹响了江湖菜的好种 它的前身是1957年 除了我们中文名菜谱其中有一个菜叫钢铁纸鸡 钢花椒 铁海椒 但是改革开放过后 人们对这种口味的追求又更强烈了 哥罗山林中龙这个老板就创造了辣子鸡 它的方法都是大量的使用辣椒花椒 哥罗山辣子鸡它的原材料非常的简单 就是海椒 花椒 纸鸡工 它比较嫩 肥油又少 烤出来的鸡肉 它都香 两厘米前方左右的都可以了 都是一个新鲜 当场炸 炸了过后都直接下锅 三种海椒 富兰的小米椒 增加了辣子鸡的辣味 四竹红 它都增加了香辣味 类黄新一代提高了它的颜色和它的香味 要把辣椒汁把它晒干净 花椒一定要用大红泡花椒 它的麻味来下它会发持久 高油温下它才不容易发酵 真的江湖菜暴力的是 就是重新人最稀罗的 又个性的 将就好爽的 不求蝙蝠的 打起灰红的菜品 因为这个菜它的奥妙 都是要在于它外酥 但是里面要嫩 如果油烧了的话 辣椒好了 鸡还没炒好 炒香了后再下辣椒 红椒到一百五六十度左右 滴约到一百五十度炒出来的海椒外 它也不香 高横了 辣椒的颜色又容易造黑 辣椒炒到中红色的时候 都开始下肌肉 因为它要一起活成 特别是下肌的时候 如果火候消了 它的肌肉都面炸了 进入三枕发白的时候 都可以下大红棒花椒 而且防止花椒受热时间过长发苦 因为它是在油里面炒制 它的盐分起到后盐都容易焦化 不容易化渣 主要都是靠酱油的盐度来吃味 油温一高它一粗 它都把酱油的香气挥发到鸡肉里面了 而且很持久 最后要起锅的时候才放粉墨添醋为精 从今儿子间首先看起大气 海椒多 鸡肉少 在辣椒里面找几点吃是它最大的铁针 海椒花椒使用得多 但是它辣而不吵 麻而不哭 江湖都是给人说的一个财品 很自卑 口味很地道 双盘不讲究 一切都追求 简洁最有好复 人生的养福 学厨师到现在24年时间了 2013年的时候 被评为全国无意劳动奖章 并有幸在北京参加全国劳谋作团会 那一年全国共有68个 我作为厨师代表 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厨师代表 参加那次劳谋作团会 所以说至今极有幸 对我也是纪律非常地大 因为它不只是对我们厨师的人口 也是对我们那个行业的人口 厨师 餐业是非常高尚的一个职业 从一直以来都非常地喜欢和热爱这个行业 太好了 太阳 太阳 疯